五月中旬 广东省海南岛的早稻陆续黄熟 东部沿海地区个人民公社 今年由于采用两种改良的土壤增湿了肥料 早稻长势大多胜过往年 万宁县环城公社 在收割大盟期间 德道省农业机械研究所派来的 机械和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援 加快了收割进度 提高了收割质量 力争做到颗粒归仓 江西省金西县琉璃公社中宋大队增测生产队 在1959年以前是一个出了名的低产队 队长宋喜鸣从1957年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来 七年如一日的同社员们一起坚持大搞科学试验 改造了红壤低产田 1963年粮食平均亩达到673斤 比1959年以前增加了500来斤 并且取得了红壤直年的经验 过去的低产队已经变成了有名的高产队 宋喜鸣在生产上虚心向老农学习 以身作则带头劳动 受到了社员们的爱戴 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6月5日在北京隆重开幕 参加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 有来自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20多个京剧团 著名京剧艺术家肖长华 江妙香 盖教天 上晓云 周信芳 马连良 秦贵生 余震飞和全国各地的戏曲工作者出席了开幕式 文化部部长沈彦兵至开幕词说 今天这样多的京剧团集中北京演出 舞台上既没有帝王将相 也没有才子佳人 都是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 这在京剧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也是戏曲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陆定一副总理讲话指出 革命的戏剧工作者最大的最光荣的责任 就是教育我们这一代 并且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 永远做革命者 永不褪色 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 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永远奋斗到底 著名京剧艺术家周信芳 和青年演员张学金 代表京剧界人士讲话 表示要坚定不移的 更好的为社会主义服务 智取微虎山 表现的是解放军某部侦察台长杨子荣 深入临海血缘 化妆成土匪胡彪打入微虎山 消灭座山雕匪帮的情景 上海演出团在这个剧目中 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程式和技巧 表现现代生活 成功地塑造了革命战士的生动形象 发交罪 反正开 carry 可以没关系 分享 产队至家结如猫 我一般国律被打枭 走进了山之后台 明了好乃头山的司马国关 叫火镖 这非土也背负 别人捕 只要狂且他从未见过 走出山调 你就是奈头山被打散到维护山 偷偷把脸那骆驼穿大个座 进街里来交 这新人也换是精神 为了要去放射反复无常 两年三到他还会出难的两体好 你要把那种山的材料全体恶劳 你从伦组在搜紧起那猫 莫去体系不想尽好 但愿你不难英雄被家引导 我你是非土是安 是非土是安 是非土是安 是非土 是非土 胡平 你这是怎么了 我不是胡平 你是谁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 我不是只会 是这东西 那你可能是尽快 就不觉得 是 他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